今天是2024年4月22日星期一 今日焦点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日我们会由新加坡一位部长 狠狠反驳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 探讨一下我们面对外国抹黑的方式 有没有进步空间 2024年5月15日是新加坡的历史性时刻 总理李显龙将会卸任 由副总理兼财长黄秦才去接棒 这件大事发生前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新加坡赠庆 发表了一篇文章 大致标题就是 黄秦才将只是新加坡史上第四任的总理 似乎对新加坡的领导人更替频率很不满意 文章拥有一些轻挑语气去评价黄秦才 包括说他是陌生面孔 不是首选接班人 还对执政人民行动党指指点点 结果经济学人就激怒了新加坡人 新加坡的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 尚木根就在社交平台出post 用大量的根据去反击 将经济学人的老家英国批到一文都不值 尚木根的言论就很尖銳 他认为英国人对于新加坡的评论 是根植于英国评论阶级潜意识深处的一种本能 他们无法忍受到曾经殖民过的国家 现在表现得那么好 我只能说一句 尚木根的观察 与香港市民的感觉是非常接近的 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尚木根特意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等等 逐样拿英国和新加坡比较 一臂之下就看到英国政府的管治问题 有多坏了?整个post就好像与英国人回代 看到他们近年有多不够 他提到黄秦才将会是新加坡59年来第四任的总理 但新卫城就是英国四年九个月内的第四任首相 我们真的要问一下 英国换首相换得好像换衣服那么快 搞到英国七国那么乱 英国杂志怎样好意思握高个头去串人呢? 我觉得新加坡人已经是很有品 因为他没有串到英国伟大的首相 还短命过一棵西生财 尚木根又提到 英国时任首相约翰逊涉涉拳以权谋私 引发度假门和装修门的丑闻 他说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在新加坡 任何人都会被人告 他又比较两国的经济 提到新加坡过去给英国殖民时 人均GDP只有500美元 现在不止超过8万美元 还远远领先英国 还有很多很多例子 没办法逐一读出来 开港有说打人不打面 但尚木根偏偏打到英国的面泡泡声 最后还要加多句 What price is your snare? 意思即是你的嘲笑值多少钱? 有理居、有论点、还有嘲讽 尚木根来了一个三连击 将经济学人这本老字号的英国杂志绝对KO了 给人的感觉 是还要比一般的谴责很多倍 明显就想叫他们Shut your mouth 即是叫他们这些说歪理的人收声 看到贴文下面的新加坡网民留言 你会见到绝大部分都是说 Well said, agree 赞部长骂得好,认同他的说法 我更加留意到有声称是前英国公民的人 说自己现在是一个自豪的新加坡人 全心全意去撑尚木根的评论 跟着批评英国政府 就是一个没有道德标准、没有方向的笑话 还说大家会发现经济学人 妒忌新加坡拥有而英国没有的东西 我真的想不到经济学人一篇文章 可以拿到新加坡这么多的仇恨 其实经济学人的政治板块 在全世界的声誉已经是江河日下 得不到人尊重是很正常 或者可以想一下改名做政治学人 可能会好一点 香港人看着新加坡一步步发展上来 至你成果有目共睹 都忍不住要向这个对手伸出手指弓 赞一下他好东西 可惜经济学人诈傻扮懵 硬是看不到、听不到新加坡的成就 出文去指指点点 那就别怪新加坡人起降 和大家分享这宗新闻 除了想笑下自己以为高高在上的英国 更加想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上目跟一见到英国杂志乱说 立刻用事实和理据去反击 是否跟我们祖国的战狼外交好似呢? 是否跟我们香港特区应变反驳队 那段回应外国势力抹黑基本法23条 一样很相似呢? 这种立即回应有心人攻击和抹黑的做法 不止可以正本清源 糾正外界错误的观念 而且可以提升人民的士气 增强凝聚力是很合理的 而且很有必要的做法 亦都是每一个运作的正常 负责任的政府应有之意 大家不要误会 人家如果是善意的批评 没有侮辱看不起的成份 没有人觉得政府需要战狼上身的 说真的 不是个个都想做战狼的 难道整天硬挖挖树起降讲话 不累的吗? 但是当见到人家攻击排山倒海 甚至有部署 但是你每次都被动还击 久而久之 给人的感觉只是不停向后缩 越退越后 其实未必是理想的 问题来了 大家回下带 想想为什么当初这么多人 排队攻击祖国的战狼外交 为什么西方传媒要持续贬低战狼外交 而不敢具体看我们外交 那部发言人说了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黄人会保持队营 试图贬低我们的应变反驳队呢? 是不是有人想清除中国以至香港特区 还击的武器呢? 我们未出声他们就先禁定呢? 有一点是很重要的 中国最劲的传媒就是央视 央视面向国际的平台就是CGTN 两个都比西方政治舆论针对的 出现的机会率是比较低 所以外交部的例行记彫等等 就是中国对外发送官员的言论的最主要渠道 护灭战狼外交等同塞住中国对外发送消息的重要渠道 发动力量嘲笑应变反驳队 等于闭着香港特区快速发声的窗口 当你明白到这一点 就会知道为什么有心人会花这么多的心机去搞我们 新加坡在国际舞台没有香港那么被动 因为香港一直都是反华的重要战略目标 当我们见到连新加坡官员都可以用这么狠的方式去做战狼 刮英国的仓巴 我们是否仍然要比较斯文 反击力度未必够大呢? 外国对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抹黑不会停的 我们需要时刻检讨反击的策略 才可以更有效去传递香港的声音 好了 今集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